我操自己打来的 我这么说你一脸膨胀的样子呢 老板这无级别自己打来的 我就说你一脸膨胀的样子呢 恭喜老板 这把无级别是自己打来的 这把无级别估价的话是11万 在9月2号自己打出的无级别 我就觉得你的定位 不太合适呢 因为你带这种装备的话 你应该带一个三万块钱的观赏的无级别 不应该带一个实用性达到八百的 总商的无级别 老板说还是个学生 突然来的财富有点让他不知所措 现在不知道找学姐找学妹 还是找学生会的女朋友 有了十万块钱的你 还是当学生的你确实有点膨胀 不知道找什么样类型的女朋友了 老板你考虑男朋友吗 咱们直播间男朋友很多 考虑收小弟吗 老板你身上 你身上学生是哪个学生 大学吧 大学有了十万也是巨款了 大学我觉得都里有五千块钱 都是巨款了 不过我们当时是没有苹果手机的 没有那么高的物质需求 老板大学 老板学在啥专业啊 基本上 以一个正常上班人来讲 继续有十万都很难 老板你知道吗 我觉得一个上班三年的人 继续有十万都已经很厉害了 你还上大学 你赢得起跑线了兄弟 老板说 孤度一致两千块钱 上半月的生活费全都鉴定了 鉴定出了一把无级别啊 那你今天又鉴定这一千是哪来的 来了兄弟们鉴定了 一点四亿 这是刚刚鉴定完140无级别的男人 所以说再出无级别 也不要慌 卧槽 又逆袭了 出愤怒腰带了 我那个靠 130分动腰带最低三千 咱们这波是一千五 老板上半月的生活费 鉴定出了无级别 下半月的生活费 鉴定出了愤怒腰带啊 好 我觉得过早让你一洗 可能会让你膨胀啊 老板千万别因为出了点 十万八万的东西 就影响你的后半生 还得好好学习啊 老板啊 除非梦幻你家开的 精致啊 一个精致的帽子 一个愤怒的腰带啊 鉴定出了多少条腰带 没出过愤怒啊 嗜好的问题吗 不知道 封印雇伤加法伤 法伤加治疗 气血加法房 抗格党加 格党加抗风啊 治疗加封印 行了别说了 还有一万零五微信的兄弟们 没加上的兄弟们加一下 王爷还一万零五 给老板号下了啊 价值多少 三千块钱啊 分动腰带就是三千块 腰带三千 武器的话大概是十一万 呃 估价仅供参考 不代表藏茂格出入的真实价格 就是我在脑海中的数据库的话是三千 你还是搜索藏茂格比较准确